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再到 参见富汗 富汗 我不该说那些道听途说的混账话 我错了 不 富汗 我作为兄长先动手 有富富汗的一项厚望 是我的错 我不要听你们这些空话 正好你们四个都来了 说说关于利四的看法 张河台 你说说 是 朱斥在我们四子当中 年龄最长 论战功和能力也比我强 霍炎和大哥一起为富汗效力 打破那些在两军阵前躲避者的头颅 砍断那些在冲锋时落后者的脚跟 至于捍卫几成人 我觉得乌克台为人敦厚 就让他留在富汗身边 接着多心接受继维的教育 朱斥 你的意思呢 我愿意在傅韩的岸前冲杀效力 就让窝固台进行行位吧 你们说的都是真心话吗 我绝不自食其言 我从不出尔反尔 不过台 让你继承韩位 你怎么想 傅韩将恩 让我说话 我能说些什么 说自己不行吗 不 我想能让傅韩放心的 是一个尽心竭力发扬傅韩事业的继承人 我尽管知道 我有很多不如哥哥和弟弟的地方 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把事情办好 拖累 你也说说 我尊重傅韩和兄长们的意见 我愿在傅韩指定的兄长身旁 提醒他忘掉的事情 弥补他睡时的疏忽 我愿做他应声的随从 去做他策马的长鞭 去为他长行征进 去为他短兵相接 那好 将来的韩卫就由窝扩台来继承 朱王位下也要确定一位继承人 大家不许违背我的旨意 不许私会协定 这样才能使我国长治久安 韩卫涌船 你们走吧 儿臣告退 傅韩 我担心一件事 什么事 如果将来我的子孙后代中出现一些无能之辈 也是我能够在他的面前横跃 老鼠也敢在他的身后穿行 这样不消之辈如何能委以重任 不要紧的 你的子孙之中真的都是这种不才之辈 难道我的其他的子孙之中就不会出现一个旷世英雄吗 那时你就指定他为继承人好了 是 傅韩 好 好 大韩 继承人正是按您的意愿 让他们的兄弟们推去出了窝果台 您该高兴才是啊 有什么担心的吗 你相信我的儿子所立的誓言吗 王寒 桑坤 扎木河 乌柴 阿拉坛 不都曾信誓旦旦吗 大寒 我真担心朱斥和查克台 在你百年之后 他们会自相残杀起来 我也料到了 西政之后 我把花拉子摩的旧冬 从玉龙劫翅和一半国家做猪翅的国家 把花拉子摩的新多 萨曼尔干和一半国家做查克台的国家 他们都成为了自己国家的韩就打不起来了 瞧 我多傻 又说了多余的话 不 你总是那么深谋远虑 你的眼睛告诉了我 你还有话没说出来呢 为什么我什么秘密也都会被您看穿呢 说吧 按蒙古人的传统 老儿子是手造的人 那么拖雷将在你百年之后 继承您大部分军队和国家 继承您大部分军队和国家 并执行坚国的使命 而现在他捉住的战功 又不在窝国台之下 朱斥 查克台也有强大的势力 最弱小的就是你指定的继承人 窝国台 您这种安排能否顺利实现 弄不好 会流血的呀 对 我要在窝国台的身边安排一些举足轻重的诺业和重臣 那阅历储财应该是最可信赖的一个人 你要是个男人 一定是我最好的谋士 这是铁木针吗 听说你又要去打仗了 他这阵子挺明白 你有话就赶快说 母亲 儿子要西征了 西征 奈曼人 西夏人 维吾尔人 还有一个阿 阿什么 阿里玛里 阿拉鲁 不是都归顺了吗 这次是要去攻打花拉子摩 花拉子摩 是个比西辽还靠西边 是个很大很富很强的国家 为什么要打仗 为什么要打仗 我不问你 你做事总有道理 我只觉得路那么遥远 对方有那么强大 这一仗还不得打十年八年的 你父亲 你父亲被他的儿人堵死 太痴无人又抛弃了我们母子九人 那是多么遥远 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啊 我总算也给耶稣盖培育了五个儿子 五个英雄的儿子 野菜野果子还能养活九口人 天树 天树 天树怎么样 天树 天树还行 天树 何楠 你是我们一家的恩人 我把母亲交给你了 朕若是我 或者母亲 有那么一天 不能相见的时候 你就替我 给他老人家所重吧 大汗 你就放心地走吧 我会一辈子陪着他 守在他身边的 公元一二一九年四月 成吉思汗五十七岁 蒙古韩国的大军 从三河源头出发 攻打花拉子墨 是 小冰冷 炖东西 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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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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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 即使你能回来 我都快八十岁了 你还能见到我吗 武器 你走吧 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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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身杂性命 都让开 怎么回事 这个政教对了叛逆诅咒伟大的苏丹 长官 我用我的胡子三宝 我只是说苏丹收了我们的税了 他有义务保护我们 我明白了 你要因为这句话丢掉胡子和头颅的 来 把他压到东边十字路口去交给那边的贵子手 是 走 走 听着 不要把金碧化成水灌在脑袋里 妨碍了你们的理智和思考 要不拿出三年的税款 要么去死 因为我们不去攻打那些野蛮的蒙古人 成吉思汗就会带领东方的异教徒杀过来 我们大家无论是谁都会去死的 我的意见是 把花老子摩的军队全部集中在阿木尔河派 利用天欠阻挡住成吉思汗的进攻 兔子一样的蒙古马还想飞过阿木尔河吗 既然成吉思汗的蒙古马过不了阿木尔河 我们只有派兵把这个渡口把住 那就万无一失了 否则会弄得人心慌慌的 而且事后老百姓会因为我们过分的夸张而传为笑谈的 我的心情可没有三位长者那么好 蒙古人真的像诸位说的这么无能吗 慢 这不是我说的 是成吉思汗的副使真正的穆斯林 这就是蒙古马尔河派的说的 他的话尤其不可信 据我所知成吉思汗很会用人 从他起兵统一草原开始 他的部将们竟然没有一个叛变过 也知道这个蒙古马尔河派有没有故意麻痹我们 他是穆斯林 好像你杀的那五百个蒙古商队里也有穆斯林吧 还有被伟大的苏丹处死的蒙古正使也是穆斯林吧 你们都不要吵了 扎兰丁 你还是对这场将要面临的战争说说意见吧 我的看法非常的简单 我同意将全国军队集中在阿门河一线 但是并不是为了防御 而是为了在成吉思汗远道奔袭 人困马伐立足慰稳之时 一下子押上去歼灭来犯之敌活捉成吉思汗 我以为扎兰丁将军的意见是最好的 苏丹陛下 你决定吧 就没有更好的意见了吗 我同意扎兰丁王储的意见 我们不能清理 请注意 这里只有沃斯拉黑王储 没有扎兰丁王储 可是 我并不赞同在阿门河与成吉思汗决战的办法 因为万一我们不能打败成吉思汗 反而被成吉思汗打败了 岂不一战亡国了吗 所以我的意见是把敌人放进来 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消耗它分散它 再一点点吃掉它 那我们的百姓怎么办 你是要成吉思汗一点一点吃掉我们 我看 还是在阿门河一线布防的好 守住渡口就足够了 成吉思汗的军队他是过不了河的 他们的人没有吃的 战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喂 用不了多久 他们会不战自亏 我们的地里不是牧草 不涨粮食 大家都不要吵了 就先易到这儿吧 反正蒙古人来到阿门河至少还要走一年半 有足够的时间想出对策 无疑 扎兰丁的意见是正确的 如果花拉子摩苏丹真的采取了他的战略思想 也许成吉思汗将兵败阿姆河畔 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蒙古连年征战 人力财力十分匮乏 常备兵只有二十五万 在金国边界还要留精兵防守 西征的军队究竟是多少呢 伊斯兰史学家说有六十万七十万 成吉思汗逝世时 拉斯德说是十二万 日本小林高斯朗认为最多不会超过二十万 但有一点是已知的 为了这次习征 成吉思汗动员了全国十六岁至七十岁的男人 入武出征 又前世向新降伏的西回河王阿里玛里王和鲁替汗征兵 穆华黎也从金朝北部送来了五千工匠随军出征 倒论 一向盟出阶导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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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陛下 你怎么不去传达我的命令 为什么还在这里 您对扎兰丁的建议还没有答复 扎兰丁的建议 就是 什么 就是把我们的四十万骑兵和三十万步兵开到Armor河去和乘机四汗决战 不能分兵八口 更不能所谓的诱敌深入 让人家个个击破 我已经知道了 扎兰丁年轻气盛 以为蒙古人那么好对付 好了 我累了 你去向诸汗传达我的命令吧 好吧 花拉子摩国的诸汗们 苏丹陛下身体欠安 不能临朝了 但伟大的先知已经向苏丹陛下预示了这场战争 正教徒必胜的结局 他将率领多于蒙古教徒三倍的我国长城之军 打败成吉思汗 他对这场战争做了如下部署 十一万军队由他和他的长子扎兰丁率领 阵守新都撒玛尔干城 其余的有诸汗们统领各守疆土 海尔汗殿下 苏丹陛下明示 这次战争发断于海尔汗殿下 您的俄德拉城势必守当其冲 苏丹陛下增派哈拉查汗率军一万 协助海尔汗防守俄德拉城 派国 请诸汗们好自为之吧 尊敬的天穆尔米利将军 那个贪心的海尔汗 并没有把从蒙古商队那里谋夺的财产 给我一个黑童爹荷姆 现在蒙古人来了 为什么让我给他顶仗 这是苏丹和太后的旨意 你是不是想抗制不尊 一个人从狂妄到自卑之间 想不到过程竟会这么短暂 一个太后 专权交衡却愚昧无知 一个苏丹 妄自尊大而喜怒无常 华拉子魔国就要回到他们手里了 扎兰汀 你应该为正教徒们的生命财产 为了华拉子魔国免遇场灾难 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来 我一个被费的王储 能支配的只有手中的战舰了 扎兰汀 我把你的话跟你父亲说了 我们的四十万骑兵和三十万步兵 应该开到边界外去 去西辽 去维吾尔 乃曼的境内和承吉思汗决战 不能分兵把守 让人家个个击破 苏丹就是不听 他的骨头早就被那个叫褶别的蒙古人给吓苏了 等着吧 承吉思汗想越过草原雪山和大戈壁 总要一年多的时间吧 那个时候也许时光老人会改变一些什么吧 但愿我们来得及 大汉 是让我们从西夏带回的消息 大汉 忽兰飞 西夏王的军队什么时候能开到 他们不来了 什么 西夏王拒绝随军牺牲 他明明说可以做我的左右手 为什么出尔反尔 西夏王是怎么说的 他说既然承吉思汗自以为天下无敌 那就让他独自去征讨花拉子魔好了 何必让别人来分享他的光荣呢 什么 他敢讥讽我 大汉 不必动怒 西夏王是个建立妄议之徒 今天联盟罚金 明天又与金通好讨风 后天又约颂罚金 通这等无耻之辈 大汉何必气大上身呢 哼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 我真担心这样下去 他会伤了身子 他很相信长春真人邱楚基 明安和耶律阿海 已经带着我为大汗血的声誉 去山东邀请他了 唉 由长春真人开刀开他道就好了 唉 大汉的心里倒是很需要有一点道家的清静无畏啊 莫可太 嗯 现在你有什么办法 我试试看吧 走 傅寒 有事吗 傅寒 儿臣学习 傅寒 用兵取胜的道理 有火精法 在临攻打奶门不使夜间宿营 一人点五堆火 吓坏了太阳寒 有春藻法 纳胡亚驿战 三军齐劲 而一军如鸟子气入敌阵 还有掏心法 就像沙阳时划破阳渡身手掏心一样 用精兵猛将直取帅旗 野狐岭大败金军四十万 就是用的这种办法 不知这次复寒 攻打花辣子摩 采用的是哪种办法 可以说是巨风寻雷之法 我的劲兵不动则已 动起来就像一股狂风千里之外瞬息而至 就像鹰在高空盘旋一样 一旦发起攻击突然俯冲而下 使敌人猝不及防 好 妙 妙就妙在突然俯冲而下 使敌人猝不及防 是你这个长胡子变着番的指责我停止不前吧 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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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一队西方使者要觐见大汗 是花辣子摩的使者吗 不 是哈利发派来的使者 是不是前几年镇海提到的那个伊斯兰的教主 不错 正是伊斯兰教主 他派使者见我做什么 据说他受花辣子摩的默默苏丹的逼近 他的教主地位已经招不保夕了 好 去教穆罕默德 有请哈利发使者 摩罕默德 在 你来念一点 是 西方伊斯兰教主哈利发致函 东方救世主约翰长老 等一等 什么 约翰长老 谁是约翰长老 这里只有大蒙古国的大汗 成吉思汗 没有你要见的约翰长老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是我们的成吉思汗 不是约翰长老 我们万里奔波出生入死 遇到贵君的前锋关 我们已经奄奄一息了 是你们的前锋关救了我们 才知道你是攻打花辣子摩 摩克末苏丹的 您正是我们要找的东方的救世主约翰长老 看来您这个长老是当定了 大汗 不妨听听他国书中说了些什么 好吧 继续念 本教伊斯兰圣地继承了莫罕默德未经的事业 数百年以来一直被尊为伊斯兰教主 华拉子摩国本来是本哈利发治下的子民 伊斯兰教信徒后来附属于西辽国尔汗 近年来 奶蛮太阳寒之子驱出律 与华拉子摩苏丹莫克末狼狈为奸 灭掉了古尔汗 自此 华拉子摩更不可一世 东征西讨侵害伊斯兰世界 尤其不可容忍的是 他们竟然多次向伊斯兰圣地进军 企图征服本哈利发 莫克末还真了不得 西侵哈利发 东沙 东沙我蒙古国使者商对 看来他真想征服世界 近年来伊斯兰世界纷纷传言 莫克末企图征服周围各国 各国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您是东方世界的救星 是上帝派来的救主约翰长老 希望您能解救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各国将热烈欢迎您的正义之时 长胡子 款待使者 命令全军明日启程 等收拾完了摩克末和海尔汗 我再回来跟西夏王算总账 二位施主怠慢了 敢问李道长 长春真人近日之内可否成行 真是对不起 我师父在此讲道 亦不问天下事多时 前者金国使者河南提控派人到闭关 此后宋国的李全彭丽斌也都敦请我师父出山 也是想请他老人家协助供丁大业 可我师父都拒职前往 道长 叶利亚海 人为言轻 然有成吉思汗的诏书和著有如润亲行便以行事的虎头金牌 望真人能念及成吉思汗求贤若可之情 还是随在下西行 在下也好不负成吉思汗的重托 这倒不要紧 我师父写有书简一封 还烦请二位大人代为转程 要不负成吉思汗 叶利亚海 咱们还是回去吧 我们万里迢迢来到来州 这个长春真人见都不见 我们怎么向大喊交代 叶利大人不必愁眉不展 一请就去 他就不是长春真人秋处基了 明安兄的意思是 你火苏派人通过驿站 奏请西征路上的成吉思汗 再下第二道诏书 而且这份诏书最好是让耶律储才代彼 这样能行吗 再请不到 他也就不是长春真人秋处基了 默克默如果把四十万大军摆在阿姆尔河边同我们决战 也许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就到不了俄达拉城下了 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他带着十一万人守卫新都撒马尔干 十万人守卫旧都御龙劫炽和皇太后 其余的分散在各个城市 等着我们去一个一个的吃掉 这座俄达拉城兵力算比较多了 三万 但是我们不能让二十几万兵马被海尔汗的三万人钳制在这里 我们的马又上不了城墙 我决定把兵马分成四路 只留查河台 窝阔台 帅者别忽必来 者了灭 攻打俄达拉城 其余三路分别攻取花拉子摩的边界城镇 然后会识新都撒马尔干 指导敌人的心脏 活捉那个枉自尊大的花拉子摩苏丹摩克木 无论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 掌握了时间就掌握了主动 赢得了时间就可以缩短空间的距离 一二一九年九月 在华拉子摩人预计还要再走一年才能到来的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厄达拉城下 难道真的是蒙古兵来了吗 你有没有弄错 你看看他们骑的马就知道了 他们骑的不是马是鹰吧 怎么来的这么快 城门关好了吗 关好了 现在才强起来 怕是蒙古人已经站在大街上了 谁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杀了五百个蒙古商人 却招来了五十万敌军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我杀的是蒙古奸细 你自己去向成敌思汗解释去吧 他的天章 是优惺的 画抗ен门 这是宫廷地窖里储藏的陈年老酒 你喝呀 成吉思汗已经并临城下 你怎么还有心思饮酒作乐 这样的日子为数不多了 我们要珍惜还能呼吸空气的美寸时光 好好地乐一个 听哈拉查韩说 成吉思汗在同清国打仗的时候有个规定 凡事不战而降的城镇人们都能保全性命 哈拉查韩让你劝我投降 投降 投降了他能活可我得死 成吉思汗是恩仇必报的 那你能打推蒙古人吗 他的冰像潮水一样 要把我吞没了 那我们只有突围了 能突围出去 我还会在这等死吗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能投降 也不能突围 只有一条路 守住 死死的守住 能守住吗 守不住 可我只有战斗到最后一刻 才能免除穆斯林们的谴责 死后才能以一代名将的资格载入史册 爱妃 陪我走完这人生最后一程吧 海尔寒 海尔寒 你还这么年轻 还没有生儿育女像一个没有开放的花孤独 就在这么一场暴风雨中凋谢了 不 虽然我没有长出白发就死了 可在我生命的时日里 你对我是那么恩爱 跟你一起去死 又不是你抛弃我 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爱妃 你越是这样 我越是觉得对不起你 我真后悔没有抑制住自己的贪欲 结果给我的国家 给我的百姓带来了这么深重的灾难 我真想重新活一回 那样 我会更懂得怎样去珍惜你 爱你 呵护你 可是安拉 不给我这次机会了 我注定要可耻地死去 还要连累你 亲爱的 我最亲爱的 最最不想伤害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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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